2021年4月23日,大脚星人理事会 一个新的第九维度能量传送系统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正在寻找完美的机会 来发送我们所请求的 和想要发送的能量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不是地球上的每个人 都在同一时间 为我们想要发送给你们的能量 做好准备 因此,我们已经发展了一个系统 它与地球母亲和大自然母亲 是伙伴关系 以传递你们所有人所请求的能量 我们用于这些能量的传送系统 是花、树、植物、草叶、水体 甚至是岩石 当你们在大自然中 欣赏大自然中充满能量的一面时 你们就会得到你们所需要和渴望的能量 当你们背靠着一棵树或一块大石头坐着 或者当你们沉浸在一片水中时 那就是能量能够并且将被传递给你们的时候 现在,我们想请你们都进入大自然 因为我们知道这对你们有好处 我们也知道你们必须准备好 你们必须开放 你们必须放松 你们必须提供足够高的震动 来接受我们所提供的能量 我们知道大自然母亲对你们有这种影响 即使是那些不知道她的人 即使是那些低着头或仍然在他们的设备之上的人 也无法不被大自然母亲的能量所提升 她带着爱,带着喜悦,带着与人类联系的兴奋 把自己包裹在你们身边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能从一棵栽在大城市人行道上的树上获益 即使这样也很有帮助 即使这样你们也能得到你们想要的能量 所以,如果你们不能去森林、海滩、草地或池塘 那就找一片草地 光柱角站在上面 或者直接坐在那片草地上 你们要给自己机会 接受你们所请求的 和我们所传送的 感受大自然母亲的所有积极影响 因为我们传递给你们的能量 只是它能传递给你们的能量的一小部分 因为我们不是唯一采用这种新策略的人 我们已经在第九维度和更高维度的层面上 与我们的所有同事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们都在同一页上讨论这个传送系统的有效性 甚至对于那些不欣赏大自然的人来说 它都是有效的 即使是那些因为任何原因无法忍受自然的人 仍然能从你们周围和脚下的美丽中获益 哪怕是最轻微的互动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感谢观看